不知道你有沒有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跟對象約會 又或者跟男朋友交往的時候 總是覺得他不夠愛你 其實要他愛你必然是有些方法 最重要就是你要了解 點點的男女心理學 在這條短片 我就會和你去分析男女心理學 和五個方法 令他對你非常有興趣 和很愛你 如果你想知道答案 千萬千萬不要走開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龍振天 歡迎大家收聽龍振天頻道 在這條短片 我主要想和你分享 要對方愛你的五個方法 又或者如果感情沒有突破 還未拍拖 怎樣可以令到男生對你非常有興趣 一定要了解少少的男女心理學 在短片開始之前 我們要cross check 我給你兩個手指公 是否值得你給我一個like 這麼有用的短片 聽完之後 對你一生都有用處 按一按按 給我一個like 另外訂閱我這個頻道 如果第一次進來的朋友 訂閱我的頻道 旁邊有一個鈴鐺 記得按一下鈴鐺 每一期有新片就會通知你 可能你朋友 都需要一些感情上的意見 或者一些技巧 需要知道 分享給你的朋友 另外如果有些什麼想法 遇到什麼問題 歡迎你留言給我 我看到我就會回覆你了 正式這段短片的主題 就是怎樣令到那個男生 不停去掛念你 不停去想你 這些方法 其實就是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又或者感情未有突破 要出去約會 都非常之好用 第一件事 很多女生都誤會了 遇到心儀的男生 你會不停的所有事情 都會答應他要求 何時都要記住 你不要每件事 到四夜的時候 如果你每件事都答應了 對方的要求 表面上都做得很好 好聽話 但是男女心理學 男生的心態不是這樣的 這些事情太易得到 他是不會珍惜 還有如果沒有一些反對的聲音 你觸動不了他的老細胞 你開發不了老細胞的時候 他對你的感覺 或者興趣 就會越來越淡 當然 這裏的距離 要拿捏得很清楚 你亦都不能夠每件事都拒絕 例如這樣 有一些感性的女生 他會有一個想法 如果那個男生約我十次 我才考慮 答不答應他出街 如果是這樣 那很大機會 一生都是在等待別人 在約會 其實不是這樣的 其實有些是yes 有些是no 在我接下來的高程商溝通術 這個課程 我就很有系統 去為大家分析一些溝通的技巧 怎樣成為一個高程商溝通 有超卓溝通技巧的人 裡面我好的系統說 其中有一件事就是拒絕 因為我們不可能 每一件事都答應別人要求 如果你答應了 你的人生很多時候就會一團糟糕 所以適當的時候 你都要去拒絕對方 當然拒絕裡面會有一個技巧 你未必要斷言拒絕 但是會不會你把口 未必是說一些很斷言拒絕的字眼 但你行動上已經沒有再進一步 還有你適當的時候拒絕 對你來說也會有一個好處 這個是之後的短片稍後的時間 我就會和你分析 何時都要記住 你不要什麼都是say yes 要是你say yes 在那個男生來說 他會覺得他吃著你 每一件事你都會答應他要求 就算你不答應他要求也好 他知道他拿著你 或者事情不停說 不停重複 你就會答應他要求 最常見是穩飾男 穩飾男就要最快有男女關係 如果你表現出很猶豫 太快 可能有這樣的語句出現 你會給多個男生感覺 其實你也是答應我 不過時間問題 他就會知道你的心意的時候 他就會不停捋你 捋到某一個位置 你就會答應了要求 損失到最後就會是你自己 還有每一件事都say yes 會被對方覺得你是一個好沒有主見的人 什麼都聽他說 男生不是需要這些的 男生都需要每一件事都有商有糧 大家可以討論 你都會有你自己的意見 那這個意見呢 是不是只是反對他呢 不是反對他的 其實也是會不會令到他的腦袋 他想到一些從來沒有想過的事 因此而獲得一個進步 那這件事很重要的 第二件 在我愛情五十天條 我不知道你參加了沒有 我愛情五十天條的課程 非常有用的 講男女心理學的一些技巧 女生一定不可以做的事情 其中有一條天條 我就是這樣說的 令到對方跟你一齊 什麼都說得的 令到對方跟你一齊 非常之舒服 在男女交往的初期 其實大部分的女生 都可以做到這件事 為什麼呢 因為就算很感性的人都好 都不會一出來發脾氣 將自己最負面的一面 展現在對方面前 什麼都好像很有興趣 什麼都好像好無所謂 人好像很隨和 但是隨於時間過去 大部分都是確認了關係 感情去到穩定期三個月之後 自己的性格開始會浮現出來 會自己都是一個很負面的人 需要一個被愛的人 很橫蠻無理的人 很專橫很霸道的人 那想法呢 經常都會有情緒的 就會令到那個男生 就會打退堂鼓男 去到那個位置 感情有機會 就不能夠持續去發展 其實那個大方向一定是 要那個男生持續去愛你 或者掛著你 或者對你好有興趣 一定兩個大方向 你說什麼 你做什麼 你向著這兩個大方向一定沒有錯 就是跟你一起 什麼都可以說 你不要說有某些事情 他講完之後 你會黑面 不高興 有情緒 例如這樣 我不知道 對他哥哥可能很好 或者對他媽媽很好 你就 經常黑面 聽到他對媽媽什麼好 買什麼包心刺土給他媽媽 你就黑面 這樣的後果是怎樣 這樣的後果呢 其實就是潛意識為對方 中了一個影像 講到潛意識 我兩個很有用的控心術的課程 愛情心理學控心術 和男女溝通控心術 我不知道你參加了沒有 這兩個課程最大的特色 就是在潛意識去干擾對方 令對方做你想去做的任何事 還有一個超值課程 當請師傅吃一頓飯的價錢 你就可以得到這些強大的技巧 如果你是未參加 記得把握機會參加 不參加 我覺得就很浪費 你一定要在那個潛意識 令到對方跟你沒有距離感 令到對方跟你很舒服 總之不知為什麼 他跟你一起聊天 他就覺得很舒服 就算你什麼都沒有做 他都覺得很舒服 有你在完全沒有一個要脅性 這件事很重要 你想想 如果對方跟你一起有感覺 長期都不舒服 其實在潛意識裡面 他就盡可能我都避免去見他 我過去有些客人都是這樣 那個男朋友 和男朋友同居 男朋友收工 都特意不回來 因為回來 就會被他女朋友罵 或者被他女朋友批評 負面 要照顧女朋友 收工都可以在樓下逛逛 即是臨婚前才回家 這些關係是否健康 當然是不健康 這個時候 如果有另外一些善解人意的女生出現 自己就會遇到一個大問題 所以這個就要記住 另外第三點 就是不可以太快發展 很多客人都曲解了 這個意思就是 單憑可能在對話 WhatsApp 或者在網上聊幾天 就覺得已經是了解對方很多事情 下世都認定 其實不要現在是了解一個人 需要時間 其實最大的陷阱就是一些穩食男 穩食男會就是要很快去發展 如果你和對方太快發展的話 你很容易就會跌落感情的誤區 就是你會被人騙 有男女關係 到最後 原來你遇到一個渣男 你就會得不償失 所以你一定不可以和對方太快發展 就算事情什麼都好像很好 吃飯好像前世認識 你又行山他又喜歡行山 你又喜歡睡覺 他又喜歡睡覺 不要這樣 其實男生是很狡猾的 很口甜舌滑 尤其是懂得哄男生 懂得哄女生的人 他們都會度身訂做 那些對白其實就是 你喜歡什麼 他就說他喜歡什麼 你不喜歡什麼 他就說他不喜歡什麼 你想他做什麼 他做足了 那這些無意思的 我們看這個男生 他是不是真的喜歡你 是不是有心和你經營一段關係 那如果你要看這些 其實要看很多其他東西的 價值觀 生活習慣 平日發生的事情 那這些全部都需要時間 所以千萬千萬不要被表象迷惑了 認識了男生幾天 又或者出來出街 那天出一次 三天出了三次 覺得自己好了解對方 覺得對方是一個很適合的人 當然不是的 那在我的 《桃花萬人迷控心術》 這個非常有用的課程 專門針對 剛剛要拍拖 或者感情暫時沒有著落 那我就說了 約會的長度 約會的間距 區間應該隔多久才要約會 幾次要表白 如何發展 每次約會做什麼 非常非常詳細的 你上完這個課程 你就會明白得一清二楚 對你初次約會 或者剛剛去認識男生的時候 非常之有用處 那在我這個課程裏面 我亦都清楚又說完了 約會不能夠太快 約會之間又有區間 約會不能夠長時間 你想想如果第一次約會已經是見十幾二十個小時 其實沒有意思的 你不會了解到這麼多東西 其實應該怎樣 與其一次約會十個小時 可能星期六 日後去到晚上 倒不如你分開五次約會 每次一個星期每次兩個小時 這樣會來得好一點 當然會來得好一點 因為約會完 有依依不捨的感覺 短時間 然後一個星期會發生很多事 看看男生怎樣跟你聊天 由那個互動 你可以看到這個男生對你的心意是怎樣 從而令你了解她更多 所以發展不能夠太快 第四樣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 這個亦都是很多感性的女人 我有很多客人 都跌了下去 這個問題上面就是些什麼問題呢 她沒有自我的 她好像一個寄生蟲 好像一個attachment 認識了一個男生 整個生命只有這個男生睡覺 又掛著這個男生 張大眼 又掛著這個男生 其實是不行的 其實在男生的角度來講 只不過是一個婦女 變了你會拖她後腿 因為那個男生 除了跟你一起之外 他當然有很多其他事情 他家人 他工作 賺錢 將來的夢想 興趣 見朋友 社交 身心靈的健康 其他事情都需要均衡的發展 這樣才是一段健康的關係 我過去見過超過8500個真實個案 我見到很多感情穩定的情侶 很多年都很好 她們一定不是24個小時 要記住對方 老公下樓下賣些東西 她都會不停去追問 五分鐘後又打電話給她老公 一定不是這樣的了 一定大家有共識感情沒有問題 大家認真發展生活習慣沒有問題 價值觀一致 然後大家各自有各自的圈子 例如自己喜歡去儒家跳舞 見自己的朋友 家人 讀書 工作 不需要每一分鐘都要聯繫著 如果你沒有自我的時候 會怎樣 你會轉牛角之白 你會亂想 當那個男生晚上OT 可能都沒有特別 OT要晚一點 11點沒有打給你 你留在公司 你很著急 10點開始追雲call 打幾十次電話 不如這樣 又或者日後 她和她老闆開會的時候 你無論如何打她 在一個會議室 這麼尷尬 拿她的電話跟你聊天 聽到她的什麼 完全無關痛樣的事情 你為何不聽我的電話 你去了哪裡 你有沒有過忙 說一些沒有意義的事情 跟著她是要應對你 其實她是要應對你的情緒 你就將被愛放大了 這些關係其實不好 因為你不停去做這些事情 其實你會在對方的潛意識 告訴對方 你千萬不要跟我太緊密 我是一個不適合的人 我的一生就是騙問 你跟我一起 你一生都會經歷騙問 她的腦海想不到這些事情 但她的潛意識 接收到這一類型的信息 深深直根於她的腦海裡面 這段關係就很危險了 所以怎樣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 你要見你家人 你要有你的朋友 如果你說 師傅我人很悶 我興趣我沒有 朋友我都沒有 我家人我不常聯絡 我只有我男朋友 你其實很危險 其實你有點要改變你自己 確保你的社交圈子 認識多些朋友 你要培養多些的興趣 看很多不同的東西 因為你越接觸不同的人 越多 其實你的話題就會越多 你見的東西就會越多 如果你眼裡只有你男朋友 你一直看著他 其實你不會有任何進步 而你的男朋友 也會越來越不愛你 所以這件事情 自己要小心 去到最後一點 保持距離 這個重點 和第四個重點差不多 意思就是 你一定要有少少的神秘感 是不是神神秘秘自己 又去拍拖 認識第二個男生 不是這樣的意思 而是有些事情 你都要有自己的空間 有些事情 你都不能夠說得太過坦白 千萬千萬不要在江湘式的約會 男生認識男生的時候 很坦白說自己很多的事情 給對方聽 我是做人要真誠的 我也是一個很真誠的人 你看過這麼多片 我很多客人都是這樣說的 沒有跟我見過面 但好像一個老朋友 為什麼 因為我個人真誠 我真的主動 講很多我生活上 或者我自己的想法 這個絕對是可以的 但你一定一定 你都要有自己的空間 有些事情保持距離 千萬千萬不要太快 大家就很緊密 尤其在網上交友 你認識男生 很多人都是 你其實不認識他 你純粹是透過他的對話 去認識他 這件事很重要 你只是透過對話 認識那個人 其實你未必真正了解一個人 為什麼 因為你認識他的東西 其實都是對方 他口說給你聽的東西 你按著對方口說話 去了解對方 事實又不是這樣 事實可能都是這樣的 我接下來的高程商溝通熟 我都會講 怎樣問有用的問題 去問一些事實出來 幫助自己去分析 對方到底是一個什麼人 到底適不適合自己 所以一開始一定要保持距離 來到這裡的短片差不多 我們再分享一次 我給你兩個讚 你看完這條片 你得著一定是很多的了 你都很厲害 看完這條片 學到很多有用的知識 你都給我一個讚 如果未按讚 按一下手指公 另外分享給你的朋友 有什麼想法 遇到什麼問題 歡迎留言給我 我看到你 我會回覆你的 最重要是 第一次進來的朋友 訂閱我這個頻道 記得按在旁邊的小鈴鐺 當有新片就會通知到你 好 這條片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一條短片再見 拜拜 ��세요 借金 зр聰明